Halo,我是可恩,欢迎收看可恩开箱! 今天要来开箱的就是我刚刚拿到手 今天正式在马来西亚开始 pre-order 的 华为Nova 7i! 讲到Nova世界大,就会想到潮流时尚感针对年轻人 那来到最新的Nova 7i,我听说啦 它在中国一发布的时候,就是爆红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讲这样了,马上来开箱! 第一点,我们现在讲颜色 Nova 7i共有三个颜色,黑色,青色,还有一个阴雪晴供Sakura Pink 那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颜色 淡淡的樱花粉色,中间经过一层渐变 延续到下半部的粉蓝色 在不同光源的环境下面,机身会呈现出不同的光影效果 当粉蓝色遇上粉红色,就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恋爱! 好啦,讲真正啦,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女心 反正今天就是情人节嘛,我觉得买一个送给女生的话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男生的话呢,最好还是不要啦 你们选黑色或者是青色啦 Minkielmo很喜欢的,辣眼睛 手感的话呢,Nova 7i采用了双全面3D玻璃 两侧大弧度处理,拿在手上有一种贴着我掌心的感觉 178g 中有分量 摄像头方面,视瞳设计者也没有打人啦 而且这个视瞳还要放在左上角 稍微有一点点的突出 边边的颜色还故意搭配机身的粉色 有没有像珍珠奶茶咧? 华为Nova 7i打扎了一块6.4寸的极点全面屏 也就是转一个摄像头放在屏幕里面 还是那个问题,会不会打住画面啊? 这里自拍摄像头孔径是4.5mm 其实已经是很小的啦 看戏玩游戏不会影响,放心放心 啊对,华为Nova 7i采用的指纹解锁 不在背面也不在屏幕里面 而是在手机的边边这边 它是Power Button加Alot Button二盒为一的解锁方式 这种解锁方式当然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啦 但是我还是要讲 它的速度会更快,成功率会更高 尤其是你从Pocket拿出来 或者是桌子上面拿起来的时候 就可以做到同步解锁 这种珍惜世界的感觉,硬咯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当初40W SuperCharge 是配跟Huawei Mate 20系列啊 PC系列啊,这种旗舰级手机的 就连去年发布的这个Nova 5T 也只是用上了第一代的SuperCharge 这一次,华为竟然把40W超级快充 放在华为Nova 7i这种终端机身上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一个 蛮surprise的一个卖点 40W的华为超级快充 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从15%回血到82% 不到一个小时就差不多满了咧 重点是Nova 7i的电池量是4200毫安大电池 电池量是不小的咯 可以在那么快的情况下 Charge 我觉得很整啊 非常是我这种早上出门 才从我马上Charge店的人 也是不是 这年头选手机的第一步就是 选相机 后面一格两格三格四格摄像头 这四桶摄像头包括了 主镜头 4800像素配F1.8广泉 可以植出6000x8000像素的照片 广角镜头 800像素可以拍出103度的广角照片 微距镜头 200像素 景深镜头 也是200像素 马上来看看我拍的样张吧 Norchi i还拥有手持超级夜景模式 实际表现大家可以看样张 无论是夜间的色彩表现 还是照点控制 都是值得认可的哦 看完这些东西之后 给大家看一个过年 飞去进行一秒亮晶晶的功能 就是它这个媒体功能 Steaming Beauty Camera 按进去了之后你可以发现 从0级到10级要多收有几收 重点还要是录影哦 不只是拍照哦 录影诶 不过Norchi i最大的亮点 始终还是自拍 但是这次自拍不是讲有几厉 有几美 有几强 有几清楚 而是它新增了很多很有趣的 AR sticker 有了 AR sticker之后可以更方便 进行更多像抖音的那种 趣味视频制拍 真的是很多 很好玩的嘞 至于性能方面 Nova 现在搭载了一个 全新的处理器 QRIN 810 7NM旗舰工艺 配上8GB RAM加128GB ROM的 这个纯属组合 以1099这个价格来讲 我觉得算是很不错了啦 啊对 很多人可能会问我 没有了GMS 华为手机还可以买吗 但我想偷偷告诉大家一下 没有了GMS 不代表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 像我也同样安装了 WhatsApp啊 WeChat啊 Facebook啊 Google Map啊 Waze啊 等等这种热常会用到的Apps 像YouTube我的视频体验看 也没问题哦 Nova 你看 总结来讲呢 Horway Nova 现在作为一款 主打年轻时尚群体的手机 颜值有 性能有 快充有 而且价钱哦 只要1000块出一点点 就可以买到了 所以最近想要换机的人 我觉得你们可以认真地考虑一下 我是柯的 下次再见 Bye Bye 好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我哦 Bye Bye